說真的,我不是想講八大人國經 因為八大人國經是一本很重要的經 但是很多法師都說 你上網看廣東話也有,國語也有 我真正想講的,是想講師傅的講法是很特別 我想講師傅的講法 師傅是上個星期日用英文講,大家都有參加 這個八大人國經,我未講過主題 我就講講八大人國經 究竟是八大人國或人國 我很喜歡回到巴黎文或泛文 這部經有巴黎文 它是巴黎文,一直以來翻譯中文 它的巴黎文叫做 Maha Purisa Vittaga 待會我解釋 這些字其實我們見過的 這個八大人國經 它有另外兩部經 一部叫42章經,大家都聽過 大家都很熟 還有另外一部經叫做佛衛教經 我就未聽過,但是名字也聽過 這三部經加起來就叫做佛衛教三經 這三部經是在最早期佛教傳入中國 尤其是這四十二章經 它是第一部翻譯中文 它是怎樣呢?它的因緣 記得我講過觸摩法師嗎? 觸摩法師的時候 它的發名叫觸摩 其實沒有人知道它的發名怎麼來 總之是知道它叫觸摩 觸摩其實是兩個字,兩個出街人 這四十二章經它翻譯的是兩個曾人 出街人,天竺就是印度 兩個人的名字 一個有個竺字,一個魔字 那麼觸摩法師就在那裡拿了個名字出來 它的發名是這樣的 這部經大家都聽過 洛陽有個白馬字 或者我以前也講過 或者你也聽過多次 為什麼有個白馬字呢? 這個時代是在公元六十八年 公元即是耶穌出生之後的公元 公元的意思是祂和佛陀差五百或五百六十年 即是耶穌之後 在那個時候有個東漢 即是漢朝的後期 西漢東漢 看前的後期 有個皇帝 故事就是皇帝一天睡覺 發了個夢 夢見在西方有個鋼 問祂的大臣是什麼 大臣多口就說 因為西方有個聖人出生 皇帝說 咦?我就要派人去看看 他就派了一班人 死了 那班大臣多口說多一句 派了他們出來來家別井去西域 打算去找哪裏有聖人出生 幸好讓他們走到洛陽 遇到兩個外出家人 兩個外出家人握著一隻白馬 他說你們是什麼? 他說我們在印度帶一些經來 那些大臣就很開心 不用去了回家了 於是起了這個白馬寺 白馬寺 就在那裏有譯經 譯了很多部經 我們顯傑師傅也有講過法舉經 那些都是 你看看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是沒有所謂大乘佛教的 我們最出名大乘佛教的華賢經 華賢經是誰寫的? 是龍樹菩薩寫的 龍樹菩薩還沒出生 我們昨天說金剛經歐摩洛什 歐摩洛什未出生 歐摩洛什什麽時候 記得他是東進 即是進朝美 然後轉到我們十六國的時候 那些很小的國家 每個國家幾十年 那個時候才來到中國 然後才翻譯這個金剛經 後來又翻譯法花經 法花再代大智論 那時候是東進 東進是什麽時候 要在漢朝滅了 然後有三國 三國就是劉比曹操孫權 三國都滅了 然後有司馬燕出來的時候 才有進朝 進朝也有分兩段 然後才去到進朝尾 才有歐摩洛什什 差多遠 在這個時候 我們所認識的大全佛教 是完全未出現的 這些我們現在看回頭 是原始佛教 其實他們是在阿咸經 那裏翻譯過 我想說一說這兩個字 Purisa和Vitaka 我們見過的 Purisa就是男人的意思 很簡單 他媽哈 媽哈就大 看不看我們說摩洛薩 菩薩摩洛薩 Maha就大 Maha Purisa就叫大人 大男人 現在就不會叫大男人 大師 大人大師 但是後來我們也叫大菩薩 說真的說那個師 是沒有菩薩性的 他說的是一個大師 或者一個善男子 一個正人君子 一個修行的人 他就叫做Maha Purisa 你不要忘記當時是男人的社會 他沒有理由 他講男人就是講人 這個Vitaka 我們也見過 Vitaka 如果你譯 它是譯尋 尋找的尋 記不記得我們講五禪之 講五蓋的時候 我們也要講尋 這個尋的意思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 覺知 不是覺不覺知 知道自己 覺察自己 思維一下自己的身體 我們叫做覺知 我現在回去講Purisa Purisa Purisa 我們在哪裡見過 我們朝朝 讀這個慈經 慈心經 記不記得我講慈心 我們中國人喜歡現在的心 實際就是慈經 慈是甚麼是Meta Meta Meta的字是解慈 在哪裡來的 有沒有人知道Meta 在哪裡來的 Meta在未勒佛 那個字來的 所以說現在的出街人 就叫做姓悉 將來的出街人就姓慈 記不記得我們早上唱了七句 是開癮法師和我們抽了七句 第一句是 Sate Sata Avaya Handu Handu就是巴黎文 就是空的意思 就是圓 我們就圓一切眾生 一切就是撒悲 就是前面那個字 撒悲就是一切 一切的意思 就是第一句 第一句 第一句 撒悲 撒他 撒悲就是一切的意思 Sata Sata 菩薩是甚麼 菩薩是簡稱 全名叫做菩提撒多 菩提就是菩提心 舊經 以前叫眾生 現在叫友情 看誰的意思 記得嗎 昨天的感覺 所以Sata 就是一切眾生 Avaya就是離開痛苦 然後Handu就是圓 我們唱來唱這句 我們唱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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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a Vaya Handu 因為我們抽了出來 你有機會 你看回這個詞心 很好聽 我記過出來 是很好聽的 他唱的時候 很長的 他唱完 他不是只唱第一句 第一句 第一句當然是包括了所有眾生 但是他又好像金剛經那句 分類的 第二句 Sata Sata Panya Panya是甚麼 這個字 我們說 安波念 看著呼吸 Ana Panya Panya 就是呼氣 吸氣噴氣 Panya 就是所有 呼氣的眾生 所有有生命活著的眾生 佛陀有型 這裏開始講了 開始講金剛經 其實他是講 欲界色界無色界 有型有相 有明相 有色相 有色界 無色界 有型 起碼還有一個概念 跟著這個就是有身體 這是我們 欲界 這個身體 這個身體就是我們的欲望 跟著他就講癡性 跟著他講熊性 所以這個Satabay Puritsa 就是雄性 男人 雄性 不一定人的雄性 然後Ariya 聖者 跟著你又看到A字 在Ariya 這個下面又加到Aan Ariya 即是凡夫 Diva 這是英文 天神 Muritsa 是人 這個又很有趣 Vinna Pittaka Pittaka 就是受苦 Vinna 就是四 在四個不同地方受苦 四個地方是甚麼 地獄 惡鬼 畜生 阿修羅 它這個就代表了 如果你讀這個慈心經裡面那個仲 它很詳細的 很詳細的 很好聽的 好 我們明白甚麼叫做Puritsa 甚麼叫做Puritsa Puritsa 就是男人 男性 Maha Puritsa 就是大事 大人 所以八大人 國經的大人就是這樣解釋的 現在我們就譯了 就叫做菩薩 但是當時我相信 他就這樣 因為當時正正的說 菩薩道都不停行 主要都是講個人的修行 個人的修行 善男子 修善 這個就叫做大人 好 我講這個Pittaka Pittaka我正正講是國 八大人國 國是我們見過的 記得我們講這個五蓋 五蓋 我們說我打坐的時候 然後不要跌落分層 跌落分層 跌落分層 我們叫做冷蟬 睡眠蟬 也不要跌落散亂 不要讓他心通道走 走去的時候 我們叫做猴子蟬 或者叫做攀緣蟬 我們就要找一個中間 這個中間的時候 我們有五蟬之裏 其中一個是角 角之 知道自己做甚麼 一個呼吸 一個呼吸體 不要讓自己跌落分層蓋 接著 我們用個觀 觀四大 觀明識 上個星期開始講 觀四大 觀明識 觀生滅 觀五蓋 一路觀 這個是師父的功夫 接著 懷疑 整天的心走去 不要懷疑 我們就叫做一心 接著我們再講 還有兩個蓋 叫做貪欲 和親威 尤其是這個親威 這個時候 我們就收這個慈心觀 用這個慈來分散親威 我們講過 記得嗎 記得嗎 你回去 這些是中文 你回去巴黎文 回去巴黎文的時候 這五蟬之 如果你查 師父的講法 跟別人講法不同 你查 查激 你都是查到五個五蟬之 就是沉 慈 喜 樂 一心 或者叫做一心境 但是師父 他的沉 他就不是這樣解 他叫做覺的 叫做覺的 你也找到的 叫做覺的 什麼叫沉呢 沉就去找 你用字去解 就去找 其實師父講過九心柱 他用英文講 講手 也有很多人講過九心柱 九心柱裡面 前面的一個柱 叫做內柱 跟著俗柱 其實這個 就有些少是這樣的 沉 譬如 冠城法師說 沉就好像去找老鼠 你的心去找老鼠 你的心就抓回來 你的心就抓回來 就去找牠 找牠 這個就叫做內柱 內柱 跟著俗柱 就是看完一個 又看一個 看完一個 跟著那個 內柱 這個近就叫做近柱 近柱 冠城法師就說 好像抓了老鼠 等老鼠在前面 老鼠不敢動 看著你 你又看著牠 看著你的呼吸 呼吸一走 你又抓回來 這個就叫做遲 遲就是等的意思 但師父不是這樣教的 師父沒有用這兩個字 其實你不記得 他有一陣 在兩年前三年前 我們試過在網上 聽師父講經 我有個問題 問過師父沉和慈 他說我不用 我用國和觀 國就是國之 觀就是內觀 子觀 另外一個分別 就是在外面找書 這個五禪之對五蓋 跟師父的講法不同 外面這個沉 它是對分塵 這個慈 它是對散亂 這個喜 就是對親威 那個所謂樂 即是禪樂 這個喜可能是除喜 禪樂它是對散亂 師父不是這樣的 師父就是國對分塵 觀對散亂 我們說了 一心就對懷疑 我們說了 這三個我們都用了 我們主要就是收這三個 然後我們就收 好了 如果你去到這個所謂八大人國之 就是這樣解 八就是八樣東西 中國人就很喜歡加個八 加個數字進去 八大人國就加個八 四連駐又加個四 但你看回巴黎文 通常沒有那個數字 它就叫大人國 大人國 大人我剛才說了 就是一個大使 一個善男子 一個修行人 國呢 如果你照字面來國 就是國之 國之 它有八樣東西 我們都不講得多 你上網聽師傅也可以聽 它有八樣東西 是應該你國策的 無常 其實你讀這個 有少少像什麼 有少少像成佛之道 記得成佛之道 一開始就講無常 記得 有少少像的 他說你修行人 最重要是知道這個世界無常 知道肉 說這些我不講 你可以自己去修 我自己去看 這個不需要 我想說的是什麼 師傅打了這張圖出來 這個是英文 他說什麼 他這裡說 他就講 Master Wu Yi 我一會兒再講那個法師 他講完八大人國經之後 他就講另外一個文章 就是偶爾長老去解釋八大元國經 然後他講的 我一會兒再講這個 但是我想有兩樣東西是很特別的 第一樣東西 記得我講八大人國的國是國之嗎 你出去聽聽 他每個都是講國之 雖然他有時有國誤 但是他主要是講國之 但是師傅 他用國誤 成佛 意思是說 這個八大人國 這個八大人國 是成佛之道來的 你看他上面那裡 他譯英文都不同的 記得我打了一份 是一禪禪師 一行禪師 那個越南禪師 他譯了英文 他都不是用這個字 他只不過說 他直接是寫Great Being 大人就算數 但是師傅 他直接是講 這八樣東西 是能夠靈告你 這個偶爾大師 你看到 偶爾大師 就是師傅講的 偶爾大師 解這個 他解的時候 你看他 偶爾大師 他都是講八大國的 但是師傅轉了 等正國 這個我就想今天講 等正國 現在師傅 將這個國之 變成了國誤 成佛 而他講這個 Perfect Supreme Enlightening 我們就叫做正等正國 正等正國的凡文 就是三一 三佛地 這個巴黎文就叫做 三阿三佛地 這個我們叫做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三秒三菩提就是正等正國 師傅說到這個是成佛的 然後他在這邊加了很多東西 如果你沒見過 你不知道好像密碼一樣 我們聽過他有PQ AQ IQ EQ AQ 有很多東西 我想講就講這件事 這是什麼來的 跟著這邊 這些 這些就不是八大人國經 這個就是 其實有些八大人國經 講的八樣東西 就好像就是你要小心這八樣東西 而這個偶益大師他講的八樣東西 就好像解藥一樣 一個告訴你問題發生在哪裏 偶益大師說的八樣東西 就是怎樣去化解這八大國 所以我跟著我講 我現在主要先講這個 我講這個什麼叫PQ AQ IQ 我第一日認識師傅 四年前三月 我在法花市 我不記得那個師兄在大國那邊 叫我過來聽聽聽 有個師傅今天來了 如果可以開市 我去吧 我去吧 第一日聽師傅 師傅剛剛下飛機 他拿著那張紙 是Southwest 是飛機上喝汽水的那張紙巾 他在上面畫了圖 就是這個圖 他講的那天 就是講EQIQ 是歌日發明的 他這個講什麼呢 他講修行 我們經常都講修行 我們叫做福慰雙修 福慰雙修 後來我說福慰雙修比較難解 我就叫做卑自並行 意思是修行要兩樣東西 我們經常都講 我們十五分鐘做運動 十五分鐘靜坐 靜坐是修什麼 修自慰 做完的時候坐十五分鐘 慈悲是修四無良心 我們都講 這個就是福慰 修福就是修慈 修慰就是修四連駐 我們都會講 兩樣在一起 師傅呢 他就將他畫了這個圖出來 畫這個圖的時候 初初我看 我不能看得明白 他的圖中間這裡 他就叫做PQ Q英文叫做quotion 就是雙 他叫做PQ 他叫做PQ 當日他說就是波羅蜜 波羅蜜 波羅蜜英文叫做perfection 他就用PQ 意思就是你修行的時候 你修到這裡的時候 你靜到四法印 四法印是什麼 苦無常無我 裂盤即正 你修到這四樣東西的時候 你就成佛 你修行你不向這裡走 後來師傅解釋 就是顛倒夢想 你經常在佛堂走來走去 你不修行 這個是顛倒 師傅解釋有兩種顛倒 一種顛倒就是 你有慈悲無自慰 這些他叫小人 有智慧無慈悲 師傅叫這叫瘟神 這些就是顛倒 所以修行的腦 一定要向著四法印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向著這個目標的時候 有兩個方法 一邊師傅叫做智商IQ 智商 智商就用四性梯 從這裏到這裏 從IQ到PQ 這裏是解脫道 這個是阿羅漢道 自己解決自己 現在在EQ這邊 就是修上去 這個就是修慈悲 我們就叫做修四凡註 這裏是修上去的 凡就是Brahman 凡天 已經離開了欲界的 叫做凡天 Vahara Vahara 現在顯傑師傅 正在建的新廟 就叫Vahara 即是一個住的地方 這個是凡天住的地方 我們叫做四無良心 師傅就解釋 你由這裏收上去 就是修智慧 由這裏收上去 就是修慈悲 但是 還有一件事 它叫做AQ 英文叫做 Adversity 就是師傅解釋 叫做逆傷 這裏收就叫做四禪 其實你可以選這裏去這裏 由選這裏去這裏 都可以 隨便一條路都可以 但是 你記不記得我和你說過 開癮法師曾經說過 你只是修智慧 你不去修四無良心 修修下的時候 你會有親威出 記不記得我講過 那個長眉老人 那個十大羅漢那個長眉老人 他的幅畫就是 他收到阿羅漢的時候 他都有煩惱 那些猴子在他的長眉 走來走去 那意思 開癮法師也解釋 他解釋 《慈心經》的時候解釋很好 你一定要看 如果你只是修慈悲 你沒有智慧 你就會有貪 不是為甚麼 地獄門前多爭道 地獄門前就是貪 地獄門前就是外軌道 所以這個圖 我第一天認識他 他還未有的 後來我再見他 他就有這個圖 你知道我 小聰明是懶聰明的 非常懶聰明的 你認識我 我乘飛機 我跟師傅說 師傅這個圖 不是這樣好用 我問是嗎 我看不明白 這個圖 我覺得這個圖 應該是立體的 不是平面的 應該是立體的 他不理會我 我說我可不可以把它轉成一個金字塔 師傅說你喜歡做什麼 就做什麼 他不理會你 我就把它轉成一個金字塔 你把這個轉成一個金字塔 這個四發印就是金字塔的頂 你的金字塔底下有三個角 那三個角就是IQ、EQ、AQ 我懶聰明 我做了出來 做出來的東西都沒有給師傅看 有一天我們在成都 師傅又解釋這個圖 解釋這個圖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禪 這個AQ 你收什麼都要有的 這個沒得選擇的 選擇是選擇這邊和這邊的 什麼意思呢 他就開始做一個人出來 好像我站在這裏 我的三角就是人 我的頭就是四發印 我的兩隻手 一邊就是解脫 一邊就是阿羅漢 一邊就是菩薩 一邊就是解脫 一邊就是慈悲 我的腳就是AQ 他說如果我收這兩隻手 我隨便選一隻就可以 兩隻手一起就可以 但是你的腳不能離開 那我又有名小聰明 那我就馬上穿這個圖出來 那我又沒有給師傅看 那我自己在玩 那這個圖很出名 這個圖是意大利一個 一個發明人 一個畫家 一個科學家 叫做Divinci 這個圖很出名 你把他師傅講的三角 整立體了它 好像金字塔一樣 然後鋪上這個人 就是師傅想講的東西 就是左手 右手就是IQ 另外一邊EQ 頭殼頂就是PQ 這邊就是智慧 這邊叫慈悲 底下叫AQ 我自己的解釋 我們說悲至並行 或者我們說福為相收 意思就是兩邊都要收的 IQ就是收智慧 EQ就是收慈悲 收到上頂的時候 叫做四法印 是吧 收到上頂的時候 是四法印 而現在在智慧那邊 在底下 我就不叫四禪 我叫四禪那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 你一說 有時候跟西人說 你一說四禪 如果他有少許意識 他就想到四禪天那裏 也不是錯的 這個凡界裏面有 一天二天三天四禪天 這個意思 蟬那是channa channa是沉澱 所以我整個收就是蟬就是沉澱 沉澱沉澱沉澱 其實這個沉澱有多重要 為什麼這個沉澱這麼重要 沉澱是什麼意思 沉澱就是你不除葉 記得嗎 我說過葉 你每一個心念出來的時候 然後它是一個電波 電波會產生的磁場 磁場 可以在這個宇宙有紀錄 我們人的紀錄 就存在我們的白色田 當你下一次又有心念的時候 就好像十二恩怨一樣 又無名 無名就是你的葉 你的葉一出來 它又去惡性循環 那你怎麼可以不除葉 是不是可以去過濾 過濾不了 過濾不了 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法事 洗淨的 洗淨不了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好像我們打坐 那樣把那些髒東西 沉了下去電花字的底 這個叫沉澱 這個沉澱是靠什麼 靠善華 所以沒有這個是做不到的 做什麼都沒有用的 然後我喜歡用四念柱 我不喜歡用四念柱 我跟師傅經常都要說 我要學的是技術 我就用四念柱 四念柱就是新仇心法 將來有機會再講 師傅教四念柱 他只是教新的 他亦都講過 佛陀講當年 如果你想要找一法來裂盤 新念柱就搞定 這個有機會再講 所謂收這個非我們四無能心 我們知道了 知道了 那現在呢 其實呢 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他收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在這裏去那裏的 他不是一條線上的 他是一個平面上的 就是這個金三角 左邊這邊有一個平面 因為你要加起來 你要四念柱加起來 這個四線 或者四無量心加起來 所以你上的時候 不是說IQ上 而是在這裏上 這裏上 在這裏上是什麼呢 這裏現在講到 Sama Sambuddhi 三秒三菩提 Sama Sambuddhi 是兩個字 Sama就是自己的意思 Sama就是正確的意思 Sambuddhi 這個三字你見過 你見過的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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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Kate Para Sam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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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此岸此岸的意思 Para Kate Para Para 是Para Me P岸 是波羅蜜 P岸 P岸就在這裏 P岸 P岸 是波羅蜜 P岸 Para Para Sam Kate Para Sam 是自己的意思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你收解脫道 是自覺 自己去覺 沒有人幫到你的 你天天跟法師練經都幫不到 是靠自己的感受 是靠自己的感受 有了感受 你就有抗疑惑 一心 一心是這樣的 一心不是說你一心就是一心 你要有感覺 有一個感受 我天天堆積了這個經驗 我就可以走這條路 這裏就是心經講的 Cate Cate Para Cate Para Cate Para Sam Cate 這個叫自覺 這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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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叫做正覺 因為Sama 就是正的意思 這邊就是收菩薩道 但是菩薩的正覺是什麼 正覺就是等覺 平等嘛 冤親平等嘛 因為收四無量三是 慈悲喜赦 最後是赦 赦就是平等 冤親平等 所以這個正覺呢 就叫做等覺 其實這件事不分得開的 因為這個自覺都是正覺 正是什麼意思呢 正就是離開五蓋 就叫做正 為什麼叫正念呢 念很簡單 你記住 但是記住了的時候 不是叫正念 記住就叫做念 正念的時候 就是你記住的時候 你是離開五蓋的 這個呢 所以加起來呢 我們就叫做正等 正覺 為什麼這個等字呢 這邊呢 就是冤親平等 這邊呢 就是生死平等 加起來一起 去到這就是世法人了 另外呢 我也都講過 師父教這個十波羅蜜 十波羅蜜 和六波羅蜜 它是有少許分別的 六波羅蜜就是 第一個就是 布施 第二個就是 慈戒 第三個是 忍辱 那就三個了 第四個就是 什麼呢 第四個就是 精進 第五個就是 禪定 然後就是 波野就是 智慧 但是藍傳 它就是十波羅蜜 它那個 禪定 它就 拿來 真剔 然後它加了三個 就是 持 和出來 和決議 加了三個 這個十個 記得我講十波羅蜜的時候 你可以 將這十波羅蜜 分開 所以我經常講 一定要學 什麼叫決議 什麼叫精進 無論你是打坐 看呼吸 每一個看的時候 沒看之前 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看 看完這個 我才算 這個叫決議 看完一個的時候 由零開始 重新再來 下一次我要做到 起碼同樣好 不退轉 這個叫精進 這個呢 無論你是打坐 做運動 一樣要的 不然你的心通道走的了 如果你 四無量心的時候 慈悲喜捨 慈就是這裡 悲就是什麼 悲就是拔其苦 就是報師 是不是 忍辱就有趣了 忍辱 忍辱 記不記得我們講 喜呢 如果你回巴黎文 譯回來 其實就是同理心的意思 喜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解釋就是同理心 什麼叫同理心 同理心 同理心 就是說 要在人家那邊 看東西 不要用自己的看東西 這個就是忍辱 你把你講 我按下它 不要把自己的意見 等待在人的身上 去別人的看東西 這個就是忍辱 寫 這個就是四無能心 回到這裡 真體呢 其實真體就是 當天Fanny說 Fanny 記得說什麼 Fanny說真誠 誠信 什麼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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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真 你對人對物都要有個尊敬 你對自己都不尊敬 你怎樣和自己誠實 你對人都不尊敬 你怎樣和人誠實 你對佛都不尊敬 你怎樣和人誠實 你對佛都不尊敬 你怎樣和人誠實 出來啦 慈戒啦 慈戒呢 其實就是 報師的無謂報師 第二有機會講 有機會講 無謂報師就是在慈戒那裏 那講完了 那現在師傅講什麼呢 他就是將這個 他講呢 他主要不是講八帝人國經 因為那個經很容易的 很短就講了出來的 他講呢 他是講這個 偶益法師 偶益是明末 是這個淨土法師來的 你唐朝是禪 去到明朝的時候 已經是淨土了 他是四大法師 其中有些名字 他作了這部叫做 八大人國經的律解 他就將那八樣東西 我剛才講這八樣東西 就好像解藥一樣 每樣東西都是 都是技術來的 行動來的 那師傅呢 就將它分了 PAI這樣分了 那如果你將這八樣東西 等起這個圖 師傅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 常收小肉 知足收到 出家凡行 這些就算AQ 平等 平等 就是冤親平等 施捨 這個算AQ 常行精進 常開佛 致門 就是這邊 然後這個就是 無我無常 大申報 這個就去到這個PQ 他這樣解釋 這個都不容易明白 然後他彈這圖出來 就嚇了我一跳 咦 三角去了哪裏 沒了三角 即是我那個小聰明 現在變成大笨蛋 即是我將師傅那個三角 弄到金字塔 現在師傅竟然說 三角都不存在了 哦 哦 這個就是金剛經 師傅已經去到無上那裏 意思就是說 這首詩我很喜歡 因為我作的 由左讀到右 我是迷 我是迷 我們大家都是迷 迷我們讀佛的時候 就說佛陀當年是一個太子 太子出家 守父行僧 後來在菩提樹下成道 做了成佛 離開了人間 一直直上 這個塔法治在天 就被這個魔盯著他 後來就打下魔女 就去到梵天 在梵天那裏 想直上去到法界就算了 那時候就變成了 這個叫做比魯者那佛的佛身 在那個時候就好像陳老師說 就見到帝式 就是欲雲大帝 這個和梵天 梵天就是創造神 可以叫上帝 他們就邀請佛陀 這個我們叫做 賭駕慈航 回來 就開始教這個五比丘 所以在南傳佛教 他三轉法輪 第一轉就是這個五比丘 這個我們叫做阿咸期 阿咸就是阿加馬 加馬就是離開 阿加馬 反過來就回頭 在這個中唐人佛教 他就有五期 他第一期叫做華嚴期 就是講佛陀 在梵天講經 這個故事我們知道 原來佛本來是眾生來的 即未成佛之前是眾生 給我們很多推動力 我們都可以的 這個是我們看的 但是佛不是這樣說的 佛記不記得他成道的時候 善哉善哉 因為原來我們全部都有具有 這個智慧色相 只不過我們執著 見不到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佛的時候 你說的話就不同了 你就說原來我們所有都是佛來的 只不過我們被五比丘 蓋住了 不顯得這個真語 這個真語 這個佛性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 你去到師傅現在那個位的時候 他不覺得這個PQ 這個四法印是一個修行的目的來的 他那個根本你已經是有的了 你現在拿出來的 不是一樣東西你現在沒有去想拿 不是好像讀大學那樣 讀完大學有本文憑 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你已經是有的了 你有的時候 這個PQ都是修行的功夫來的 明白嗎 這個PQ都是修行功夫來的 意思就是 在師傅眼中 已經沒有了這個三角 沒有了 這個只不過有時候又是IQ 有時候是AQ 有時候是EQ 有時候要PQ 要拿回這個佛性出來 哇 我看完這個 師傅你走得太快了 我們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 這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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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時候說 今生 為什麼我不講今世呢 我講今生呢 這個生就是這個卵生 胎生的意思 我希望回來做回人 我不是說今世 你不要聽錯了 我不是說今世入流 我說今生入流 我希望我下一世回來做回人 有回這個胎生 繼續去修行 始終會讓我入到流 入流就是跟著這個八正道 你說有多難啊 我不覺得有多難 因為迷也是我 誤也是我 你們都應該有這個想法 你不要以為這麼難 你不要以為 哎呀我有這麼多事情做 我有懶度 我有這樣這樣 你喜歡迷你就迷 迷者自迷 你現在有這麼多機緣 有這麼多好老師 有這麼多同修 你不去積極 不去精進 你什麼時候精進啊 你下世是否這麼幸運 又回來又是胎生 就算讓你胎生也未必是人